我是 UA 院線董事總經理 Ivan UA 院線作為戲院業的先驅 我們的服務宗旨是促進業界的發展 推動社會企業責任 和令到不同的社群都可以享受到觀影的樂趣 UA 院線一直以來都是以客為本 創新求變 希望能夠為大眾提供最佳的觀影感受 今次非常榮幸能夠獲獎 這是對 UA 院線的服務團隊的一個支持和肯定 我們今次推出市長和聽將人士的輔助觀影設施 除了能夠協助他們的觀影電影之外 希望能夠令整個業界進步 香港的戲院業一直以來都沒有引入 市長和聽將人士的輔助觀影設施 亦都是因為這樣 本地的製作人亦都沒有一個誘因去預設一個口述星度 沒有一個口述的星度 戲院亦都不會投放資源在相關的設施上 真實使用者的意見是不能夠被忽視 所以我們在推出這個服務之前 亦同在香港盲人輔導會 和香港龍人福利出進會 安排在很多不同的市長和聽眾人士 進行很多次的測試 亦都收集了他們的意見 從而令到的服務更加好 在我們設立相關設施之後 亦都促使本地的製作者 落實推出口述電影 例如有《易流大叔》 《非同凡響》 《翠詩》等等 同時在近幾個月 我們都見到其他軟線 相繼訪向我們增設相關的觀影輔助設施 我們很高興見到業界正視這班社群的需要 今次很開心這個計劃能夠引起社會正面的迴響 亦同時鼓勵到市長和聽眾人士和朋友一起出街 吃飯、看戲 一起享受大眾的娛樂 我們積極投放資源在人才的培訓和服務的提升 亦都設立了培訓部 去設定一些培訓的項目和內部的比賽 從而令到同事的服務提升 我們亦都很開心在2017年 成為香港第一間戲院獲得結出服務店鋪獎 彰獻了我們UA服務團隊的實力 我們亦都會繼續發展香港、澳門和內地的市場 照顧不同地區的居民的娛樂需要 多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